他今年三月八月四次梦离法师 这是自己好像很难过了 恨这个相见太晚 他说深知法师就是我一直苦苦照寻的善知识 眼前这位长者即是值得我终身一职的好老师 愿意法师为榜样 决定尽行受 从事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 现在弟子向学今拜情法师指导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何选择学讲的经典 如果过人深爱熟论言经 但究竟选择哪一部经会更有益于当今社会众生 熟论言经也很好 分量太大 这个经典是大臣原教比较深一点 在现前社会 契机的面比较自小 自小也没关系 这种经是对上根人说的 用现在的话是对高级知识分子说的 你要发现学这个经典 你就不是度普通人 你度这个社会 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 这很难得 也相当不容易 能发这个心也很好 那么论言经的学论言一定要看注解 如果不看注解 很难看得懂啊 注解里面比较浅一点的 近代人呢 这原音法师的 来注识 用它来做基础 来做入门 比较上方便 原音法师的《论言经》讲义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